今天是台股2020年的第一個交易日 中場以一萬兩千一百點做收 大漲一百零三點 而其實2020年開始 台股陸續有三項的心智要上路 包含了主筆交易 以及盤中的零股交易 也就是說呢 未來小資族想要買像大力光這樣的高價股 也不再遙不可及 七彩繽紛的煙火齊放 壯麗影響2020照亮整個台北夜空 也點亮台股的三項心智 包括主筆交易強制下市 以及盤中零股交易 未來小股民想買大力光不再只是夢想 今年這個iPhone的部分 又有機會介入5G的一個情況下 認為這個台積電 那甚至在大力光的一個部分 股價的部分應該都還是有持續創高的一個機會 大力光2020首日開盤 股價就很給利 收在5030元上漲30元 而鴻海雖然收平盤90.8元 但盤中最高也有來到91.5元 不過最補的就屬台積電 狂漲2.42%上漲8元 收在339元 PCB散熱光學鏡頭 很多在前三季大漲的情況下 反而目前是呈現比較震盪整理 反而是後期之秀包含被動元件 包含記憶體 那在近期相對強勢 全職股帶動下台股上演元月行情 開盤就佔回萬二關卡 中場狂飆103點 收在1萬2100點 而央行也在同天發行鼠年紀念套幣 要搏個好彩頭 金色小老鼠配上全彩的最芙蓉 還有道地元宵風泡特色 一共要發行11萬套 鼠年我們把發行套數 從12萬套減到11萬套 那是根據我們之前的 前三套的這個發售的經驗 在農曆年前 大概可以發售到九成 迎接金鼠年 就連新台幣也好望 盤中一度來到29.965元 最終收盤貶0.8分 收在30.114元 動物森財經新聞 紅沛與楊昭綜合報導 五個頭 一多兩百花 丁 雷昭維 雷昭維